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组成家庭是希望过一辈子的 可是婚姻里到处都是柴米油盐的琐碎事情 夫妻之间往往被平淡的生活打磨得筋疲力尽 这时候婚姻就需要双方一起好好经营 感情好不好看以下三件事就知道了 尼采曾说婚姻生活的其余一切都是短暂的 在一起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对话中度过 有一项大约针对2000名成年人的调查发现 有25%的夫妻每天交流时间不足10分钟 有40%的调查对象因为工作太忙 会完全忽略自己的伴侣 有25%的人不记得上一次 两个人一起不慌不忙地聊天是什么时候 有三分之二的人觉得 比起和伴侣一起吃饭聊天 他们更倾向于独自上网社交 为什么感情会从无话不谈变成了无话可说 婚姻里不只有风花雪月的美好时光 更多的是柴米油盐以及各种琐事 这些都在消耗着婚姻 而且很多男人觉得都老夫老妻了 不需要好好去经营 所以就懒得说话 甚至都懒得倾听 就算在同一个空间 两人也总是各自玩各自的手机 毫无交流 有时候你想跟对方分享点事情 回答永远是 嗯 哦 次数多了 你也不会有想说的欲望了 毕竟谁都有想要回应的爱人 没话可说 久而久之 就会成为两个人之间 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也正是感情变淡的开始 但有话可聊的夫妻 却可以让爱情一直保鲜 比如高媛媛和赵又婷 赵又婷在做客金星秀时 被问到两个人的日常生活 你们回家话多吗 赵又婷说 非常多 金星又问 主要是你说吧 赵又婷说 没有 我们两个人都在狂说 好的感情是一起有很多话可以说 即使一个很无聊的话题 两个人也可以聊得热火朝天 三毛说 夫妻生活就是琐碎和具体的 即使生活再苦 环境再简单 但都不能省略夫妻在一起说废话和情话的环节 只有这样 婚姻才有了生机和活力 最好的感情是两个人又聊不完的天 说不尽的废话 彼此之间有着深深的依恋 法国童话小王子里说 仪式感就是 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 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 《妻子的浪漫旅行》中 林肖素和唐一飞 这对夫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唐一飞说 她和林肖素一起去买婚纱 可到了之后 林肖素坐在车上说 我有点累 我也不喜欢逛街 你自己去吧 让唐一飞独自一人去买婚纱 于是她自己仅花了260元 随便买了件婚纱 结婚是两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买婚纱筹备婚礼 也是需要一起参与的 可林肖素却以太累为理由不去 难怪唐一飞说 在结婚的前五六年里面 一直都觉得 她和林肖素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仪式感并不需要花很多钱 它只是让某个瞬间 在特别的日子里 去感受对方的爱 并留下美好的回忆 即使再相爱的人 在琐碎的生活中 都难免会遭遇一个个困境 这个时候就需要 她在特殊的日子里 花点心思给对方惊喜 让对方感受到 你在柴米油盐中 也继续爱着她 而不尽是一地鸡毛的生活 近日 杜江和儿子恩恒 为霍斯燕庆生 上了微博热搜 在录制妻子的浪漫旅行时 刚好赶上了霍斯燕的生日 杜江和恩恒专门 为她录制了一段视频 作为生日礼物 视频中 杜江和恩恒都献上了 最甜蜜真心的祝福 丈夫和儿子 一起对着生命中 最重要的女人说 你是我们心里 永远的小公主 面对一大一小的深情告白 让霍斯燕感动得热泪盈眶 即使远在异国他乡 杜江也要给妻子 送上一份生日祝福 并且是那么的用心 这满满的仪式感 真的是太暖心了 他们一家三口 每次亮相 都是幸福美好的画面 温馨甜蜜 让人羡慕不已 生活中很多 看似不经意的小惊喜 却会让人格外感动 并且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其实婚姻生活的基调是一样的 只不过有心的男人 愿意在平淡枯燥的日子里 制造惊喜和浪漫 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 重新找回爱和依恋 周国平说 在持久和谐的婚姻生活中 两个人的生命 已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血肉相连一般的相连在一起了 共同拥有的无数细小 珍贵的回忆 犹如一份无价之宝 美好的感情是 即便我忙碌不已 也愿意为你挤出时间 给你惊喜和浪漫 《截爱》中说过 爱是一场博弈 必须保持永远与对方不分伯仲 势均力敌 才能长此以往地相依相惜 因为过强的对手让人疲惫 太弱的对手令人厌倦 曾有一段时间 我编得特别懒惰 虽然上值班却是在混日子 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 在家里也是追剧 经常看到半夜 第二天起来精神不好 心情不好 恶心循环 那段时间里我像个定时炸弹 只要老公一点事没做好 我就炸了 慢慢地我跟老公之间交流 也越来越少 而且一说话就是吵架 后来我才意识到 我已经放弃了自我成长 而他事业越来越好 人也越来越优秀 所以我们之间才有了裂痕 我的前半生中 唐静说 两个人在一起 进步快的那个人 总会甩掉那个原地踏步的人 我意识到 我已经完全放弃了自我成长 于是就去努力改变 我开始画画 开始写作 老公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 做我喜欢的事情 很主动地带宝宝玩 后来我的心情越来越好 跟老公之间的互动 也越来越多了 又回到了当初甜蜜的日子 其实生活中 很多女人为了孩子 不得不放弃工作 全职在家 这个时候 也一样不要拒绝成长 也应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保持学习的心态 不断提升自己 你要知道 你除了是妈妈 是妻子 也是自己 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 做些喜欢的事情 画下画 练练瑜伽 看看书 让自己忙碌的心灵 得到羞气 在婚姻里 懂得自我成长 才会让对方 更加尊重和爱慕你 并且也能拥有 更美好的婚姻生活 杨岚说 婚姻最坚韧的纽带 不是孩子 不是金钱 而是精神上的 共同成长 邓超和孙力 是娱乐圈 当之无愧的模范夫妻 结婚九年 感情依旧甜蜜如初 他们维系感情的秘诀 除了幽默护黑 更重要的是在共同成长 他们在努力经营家庭的同时 也一起努力奋斗事业 尊丽在《甄嬛传》 《辣妈正传》 《芈月传》 和《那年花开月正园》中 凭借精湛的演技成为了电视剧女王 而邓超的《烈日酌心美人鱼》 《影》 也让他收获了众人的喜爱 很多人说 他们是娱乐圈最强夫妇 一个是百亿影帝 一个是收视保证的大满观影后 就在去年 他们还同时被提名金马奖 两个人首牵手出席颁奖典礼的样子 真的让人羡慕不已 幸福的婚姻 使两个人相互独立 又彼此扶持 这样的婚姻才会越来越好 有话可说 使婚姻生活中的两人 能感受到彼此之间流动的爱 是人世间最常情的烟火幸福 注重仪式感 使双方能在鸡毛琐碎的生活中 依旧能感受到对方满满的爱意 彼此一起成长 使双方在婚姻的路上 齐头并进 携手到老 最美好的婚姻是 两个彼此相爱的人 在漫长的岁月中 一起经营 一起成长 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 关注读者新媒体 和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应游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停不散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